山中的景色才次地展开 中部地带以水池为中心 西侧假山高耸 树木高大 山市一直蜿蜒至北部 上柱可以俯瞰全员的文木西湘旋 南侧是主体建筑明色楼 明码河窗 古色古香 翘翘飞檐 古朴典雅 东侧主体建筑屈膝楼 轻盈挺秀 两侧树木茂盛 中间还有人工堆成的小岛 号称小蓬莱 将水面分割成大小两湖 方寸之间景观高低错落 参差不齐 形成变化多端的视觉空间 在假山脚下 两侧堆砌的山石夹着徐徐流入的湖水 如同高山峡谷 相传是当时一位著名画家亲自堆叠而成的 各式漏窗 光影迷离 全圆的长廊打七百余米 岩墙曲折蜿蜒 高低起伏 和墙之间留出一点点弯曲的空间 栽种些植物 放置点糊石 便形成了一个个园林的微型景观 气息生动 充满去备 这也是苏州古典云林中长廊建造的典型手法 五峰仙馆 留园最大的厅堂 左右两厢建筑各异 形成了一个四合院落 灌云峰高达六点五米 是苏州古典园林中最高大的单体太湖石 旁边配以两座湖石 三座石峰充满了自然造化的奇特美感 形成一处绝佳的景观 这是明色楼的顶层 园林的主人曾在此作画 宣纸 笔墨 清风 美景 这是中国文人感悟生命的美妙时刻 藕园 三面林水 园中景色进藏于高墙之中 园内这座黄石假山 是苏州园林中的又一个杰作 塔四面环水体积恰当 高低自然错落 和周围的建筑和谐相处 成为一个优美的景区 吴爱亭 一个温馨的名称 临水而建 和曲线优美的长廊相连 秀丽动人 山水间 一座水阁 四角高峭 典雅方正 静坐于内 满眼湖光闪色 一百三十多年前 一对夫妻曾在这里隐居 他们躲避着高墙之外的世俗社会 日常劳作与花园之间 享受着平静生活 所带来的淡然与安逸 因为思念家乡 女主人便在园林靠近河道的角落中 建成高楼一座 这就是厅鲁楼 她与旁边男主人的书房 奎兴阁 两两相对 内部相通 在苏州古典园林中 这几乎是唯一一处 显示出男女平等意味的建筑 每当园外的鲁声传来 园内的女主人 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人可以不在家乡生活 但对家乡的记忆与思念 则会伴随一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苏州附近的同里镇 是江南水乡风情的典范代表 在这里有一座石建于19世纪的古典园林 退思园 以水为中心 各式建筑贴近水面 好像整个园子浮于水上 闹红一格 一个石坊建筑 船身由胡石托起 外舱紧贴水面 仿佛航行于江海之中 古代江南水乡 船是主要的交通工具 寄情与船 是一种水乡文化的特征 几盘干果 一杯清茶 在望景楼的窗前 或与朋友 或和家人 品名聊天 这应该是园林人家 日常生活的一个情景 就在闹红一格的船头 当年美丽的江南女子 曾吹动长销 一旁的青年男子 以笛声鹤奏 优雅精致的生存智慧 温闻内敛的精神气质 这就是苏州古典园林 留给世界的另一份遗产 苏州古典园林 创造了诗一般的梦幻境界 是中国文人始终追求和向往的人生归宿 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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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